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如果是只有一个孤立的病灶 一次性的介入疗就够了 而不是需要反复去做 但是呢也可能你反复去做的只能是你有多个病变 一次性不能解决的 可能需要或者一次性身体耐受不了的 需要反复去做 真正的一次性小于三公分的病变 一次性就可以解决了 这样那个这种外科医生 介入科医生 还有一部分内科医生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大家请相信这种重要方法 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这样 不需要去反复去做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对人体一个组织的一个破坏 它主要的一个原理就是局部消融 把肿瘤杀死 它会形成局部一个空洞 所以不需要去反复去做 如果形成空洞了 形成空泡了 你再去做 可能会造成气胸这样一个变化症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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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